我以後長大想要當一個女警察 我以後要當Youtuber 我的夢想是當賽車手 之後想要當個歌手 我現在就有在上合唱團 現在的教育是國際化跟科技化的教育 所以如何把資訊教育融入在我們的教育裡面 這是我們未來一定要努力的方向 很榮幸我們霍普國小所有的班級都配置了Visonic的觸控螢幕 我想對於推動資訊融入教育是非常有幫忙的 霍普國小的老師有半數以上都已經完成了Visonic的教育家認證 老師其實他們很多人都會把電子書結合MyViewer的功能 去增加課程上面的有趣性以及互動性 不過我們也有為數不少的老師是非常喜歡自製教材 所以MyViewer可以很好的去支持老師 很簡單快速地產出自己一個很獨特符合他課程教學的一個教材 Visonic的大屏其實它也有護眼功能 那它其實是可以很好的達到綠藍光這樣子的效果 那我們在教室裡面的大電視其實它是像在黑板的後面 可是我們在圖書館還有透教類的班級裡面 我們會把大屏把它放在移動式的腳架上面 那放在移動式的腳架上面的好處就是它可以很方便的很激動的 依照我課程的需求以及屬性去做移動 後補國小除了有很棒的教室硬體設備 然後教學軟體工具之外呢 老師們也很擅長使用數位的教材 比方說國語課的動文字動成語高校互動的作文課 還有社會課的台灣霸小黑皮由台灣 另外呢配合現在的情緒課程也是同學們都很喜歡的課程 那所以現在呢善用數位教材不但可以增加課程的豐富度 提升師生們的互動 然後也可以符印現在的數位學習的共備潮流 通常課堂是使用比如說你的大屏幕 再搭配教學輔助工具MyBlueboard 那同時搭配電子書作為教學的資源 那我發現大屏幕非常棒喔 它能夠清晰地呈現整個教學的內容 還有呈現我的教材資源課堂筆記 在MyBlueboard當中我通常使用的是投資功能 因為它能夠自定義 定義中可以設置我的譬喻 擬人 修辭等等的 甚至我可以用class proof的方式來截圖派發題目 我最常使用的功能是是非題 單選題 複選題 那其中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是語音題 因為跟以往電子書或是其他的廠商使用的東西都不一樣 讓孩子們用表達的方式傳達自己的想法 而且更能夠在螢幕上播放出大家的聲音 我覺得這是讓我最驚艷的 我認為多了class proof以後呢 整個教學的氛圍整個教學的方式變得很不一樣 每次到搶答的時候都會不停地點大屏幕說我要我要我要 然後點完之後好可惜喔 沒關係我下一次再來看他們那種奮鬥的精神 就覺得整個課堂我也很有精神 像是那個搶答遊戲我覺得很有趣 但是有時候是要看我們自己的手術 這樣子的搶答會讓我覺得上課更豐富 也更有趣更生動 我覺得大電是很好玩 因為它有搶答功能可以讓同學們搶答 每個人都想得第一 在以前黑板時代我總是要寫了印筆書法的示範字 然後擦寫整個黑板都不夠我用 但有了大屏那個My View Board的無線畫布 真的幫了我很多無線的伸展示範 隨時都不用間斷 我覺得上課變得很活潑 因為大屏很方便孩子做互動 所以在遊戲競賽啊分組競賽 甚至呢發給他們這個平板 然後分組競賽的時候 哇小朋友參與得非常的熱烈 所以再也不是像以前一樣 孩子只坐在台下然後聽老師上課 以前做事情都一定要在電腦桌上 才能改變螢幕 現在就只要點一下就可以了 後面的人看不清楚的時候 就可以舉手說 然後老師就把它放大就好 不用再寫一次更大的字 以前投語期就是 你不能點然後要用電腦就很麻煩 而且不行直接寫字 因為用滑書寫字非常的難 就是以前都要拉同螢幕下來會有點慢 然後呢現在只要一打開 哦就可以馬上用了 成為Usonic Future School 我們非常高興教育本來就是互相激盪 透過數位科技可以打破國際的隔閡 更國際村更地球化 不是總統做的嗎 對